以色列空军的F-16A究竟有多强? 在中东地区乃至世界武器当中,以色列的武器都是独树一帜的存在。 其最大特点就是通过花小钱办大事,得到了质量和数量上的双赢。 比如F-16A,以色列空军专属的定制型,大致性能为F-16Block 5052+, 但是比美军自用的F-16更适合以色列本土情况。 堪称深知一感。 那么相比较其他的F-16,以色列的F-16A都有哪方面的升级? 实际作战时又能发挥什么作用? 1981年,以色列空军接到了一个任务,轰炸位于巴格达郊外, 名为奥西拉克的伊拉克核反应堆,阻止伊拉克的核武器计划,行动代号,割据行动。 在此之前,以色列空军也设想过,进行一次精准的外科手术式空袭, 彻底摧毁奥西拉克核反应堆。 但问题在于,当时以色列空军使用的A-4天鹰和F-4鬼怪不仅航程段, 对地攻击性能也极为落后,于是已经初步形成战力的F-16成为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。 在这项攻击行动当中,F-15担任空中护航的任务,F-16作为对地攻击的主攻, 挂载被确认为中线加重载挂载的共三具副游箱。 主要的对地攻击武器是两枚2000磅MK-84,除此之外, 每架飞机还带了两枚用于自卫的响尾蛇导弹。 一切准备救据之后,六架担任掩护的F-15和八架主攻的F-16, 经过一系列的秘密飞行到达了反应堆上空, 在F-16爬升进入攻击航线时,伊拉克的防空部队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。 在高度1100公尺的攻击航线顶端, 以色列的F-16开始以两极为单位, 以五秒间隔向反应堆投掷无制导航弹。 虽然这些航弹没有制导, 但是在F-16出色的火空系统的计算之下, 16枚中的八枚航弹精准地命中了目标, 成功摧毁了伊拉克和反应堆的基础设施, 圆满完成了任务。 也正是这次行动让以色列认识到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战机。 以色列的机队建设几乎都是以如何对地进行支援来展开的, 与其他国家截然相反, 绝大多数的国家空军都是以争夺制空权为第一要义。 当然,这不意味着以色列的路走歪了。 从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, 以色列周边敌人的空军机队要么就是太老, 不足以构成威胁, 要么可以构成威胁的先进战机太少, 也没有加油机、预警机等配套, 形成良好的空军体系。 所以, 对于以色列空军而言, 战场制空权的争夺并不急迫, 或者说压力不大。 另一边, 以色列地面部队也比较特殊, 其装甲单位在质量上可以在中东地区横着走, 但数量却有些捉襟见肘。 现役的梅卡瓦MK3和MK4坦克大约为100加1200台。 就单个国家来说, 这些坦克的数量的确很多, 但是分散在以色列国境线上, 就很容易陷入一打多的局面。 也正因如此, 以色列需要在地面部队完全接战之前, 就削减敌人的数量优势, 从而让地面部队最大限度上发挥他们的技术优势。 加上周边空军泰菜不需要担心制空权, 以色列选择了战术空军作为其主要的地面支援手段。 在这种态势下, 以色列空军遇上了他们互相成全的好搭档, F-16战机。 其实, 在F-16抵达之前, 以色列并没有看中F-16这种单发轻型战斗机, 其航程和载弹量都比不过同类型的双发重型战斗机。 最开始的时候, 以色列想要的是F-15, 只可惜20世纪70年代的F-15, 属于名副其实的机库女皇, 身价可不是以色列可以负担得起的。 巧的是, 伊朗巴黎为王朝垮台, 其购买的一批F-16A币被滞留在美国。 飞机造好了, 买家没了, 属于纯亏钱, 通用动力急得焦头烂额, 于是就将目光投向了以色列。 此时的以色列想要购买F-15, 但手里的钱不够, 没办法买购足额数量, 而通用动力想及时出售库存商品。 双方一拍即合, 以色列购买一部分F-15, 剩下的空缺用F-16进行补足, 通用动力也可以及时将手上这些库存推销出去, 给自己回馈血。 1980年7月, 这批F-16在和平大理11计划的框架下抵达以色列, 正式开启了传奇之旅。 在科举行动之后, 以色列空军发现, F-16这种轻型战机航程的确是不尽如人意, 以至于要在进攻行动中舍弃一根重载挂点, 可能挂载的两发航弹, 换成两具提升作战半径的副油枪。 而F-16的作战短板, 也就导致原本载重性能更优秀的F-15, 并不能作为对地攻击的主力机型。 如果F-16也携带像F-15那样四发麻雀加四发响尾蛇的空中掩护挂载, 那么在长距离奔袭当中, 一旦空中接战, 那么F-16的油量将不足以支持它们发挥应有的机动性。 在短暂的交火之后, F-16就不得不因为油量到达兵购点而返航。 除此之外, 因为F-16一开始被设计为轻型战斗机, 电子设备只保留最基础的一部分。 当然, 在美国空军体系当中这点不是什么问题, 除了有F-15和它做高低搭配, 还有电子战与反辐射战机为其保驾护航。 来到以色列之后, 这点就有点无法接受了, 倒不是说以色列买不起电子战飞机, 而是因为数量因素。 大部分的时候, 以色列的战斗机在执行任务时, 要依靠编队内的其他有机, 甚至是自己来提供基础的电子战能力。 比如这次割据行动, 随对的电子干扰任务就是由F-15来完成的, 因此, 以色列的战斗机需要拥有自己单打独斗的能力。 除了以上这些小缺陷, 以色列也发现了F-16的一些优点。 作为一款多用毒战机, 其对地攻击性能几乎和空战性能一样优秀。 就比如割据行动中, 2000磅无制导航弹攻击核反应堆穷顶, 命中率达到了50%。 在20世纪, 清却制导武器还没有现在这么廉价, 可以使用非制导武器加火控计算机, 来打击一些对于精度要求不是那么高的目标, 是可以省下来很大一笔弹药费用的。 加上F-16本身就是单发轻型战斗机, 价格比较便宜。 这样一合计, 对于以色列而言, 与其打中脸充胖子, 选择在F-15的后续型号上获得强大的对地攻击能力, 拥有一个看起来绝对高大上的双引擎重型战斗机机队, 不如现在就选择更廉价且维护成本更低的F-16, 快速形成战斗力, 至于那些小缺陷完全可以通过改装来解决。 在1987年到1991年之间, 以色列通过了和平大理石二与和平大理石三计划, 获得了改进过后的F-16CDBlock 30与F-16CDBlock 40。 在Block 3040中, F-16引入了一个最重要的变体改进, 这就是光电吊舱。 它提供了飞机对地面的全天候观察能力, 并且集成的雷射指示器, 可以引导雷射航弹或者雷射反坦克导弹, 对地面目标进行精确打击。 同时, 这个系统还支持高级红外夜视能力, 简单来说, 就是将吊舱的红外热成像探头和飞机机头指向进行校准, 同时将红外热成像探头所探测到的图像投射到飞行员的HUD上。 这样, 飞行员就可以直接通过吊舱的红外图像进行夜间低空飞行, 而不用担心突然出现了障碍物。 根据自己总结的需求, 以色列空军还对自己的F-16CD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装。 F-16在基础设计上, B型属于A型的教练型, 后座是给教练员使用, 培训前座飞行员的。 但是在以色列这边, F-16D是一种超级对立攻击特化型, 后座专门接入了火空系统, 作为武器操作员位置, 功能上大次类置于F-4鬼关和F-14熊猫的后座武器官。 除了特别改装过的后座之外, 以色列的F-16CD还有一个方形的几倍电子舱, 与其他国家的F-16完全不同, 其中携带了电子设备, 支持战机进行单机的电子干扰。 也就是说, 在以色列服役的F-16可以凭借几倍电子舱, 单独完成防空压制。 这种多用途型号战机, 单机完成也有数任务, 直到目前还有很多国家的空军不具备。 经过F-16CD的设计之后, 以色列就开始打造, 属于他们心目中的终极F-16了, 也就是F-16i。 其大致性能约为F-16布劳克5052加, 但是它更适合以色列的奔兔情况。 首先, 针对航程不足的问题, F-16i重新设计了更多的油箱, 可以在一根重载挂点, 挂上之前不能挂载的600加仑不可丢弃式副油箱。 在机翼上表面携带两具不规则的宝型油箱, 将F-16i的航程增加到于1680公里。 可以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下, 从以色列起飞, 打到伊朗首都德黑兰。 这些宝型油箱经历过严格的气动设计和测试, 在亚音速格斗当中, 几乎不会影响F-16i的机动能力。 在大多数情况下, 使用宝型油箱加不可抛弃副油箱, 加方脊背加特殊沙漠涂装, 是实比以色列特别型号F-16i的几个显著特征。 远的航程所携带的燃油, 对于飞机的发动机也是考验。 对于这种问题, F-16i直接使用了全新的普惠F-100PW-229, 将最大起飞重量提升到23582公斤, 这让其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和油料离地。 对于多出来的冗余起飞重量, 以色列用来提升F-16i的空战性能, 比如换装AN-APG-689多模块雷达, F-16i的探测和交战距离比起前代提升了约25%, 后续更是升级为AN-APG-83。 同时, 对于以色列最新型号的中矩弹德比亚F-16i在预警机指挥下的接战能力, 对比起同在以色列空军的F-15i, 以及美军自用的F-16布劳克5052与AM-120C的组合来说, 丝毫不落于下风。 近距离格斗方面, 虽然F-16i的全油空重, 使它并不和最开始的F-16AB一样, 是和大气层内能量格斗,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F-16i不具有近距离格斗能力。 虽然F-16i的机体确实不行, 但是它的格斗弹枪啊。 以色列自研的怪蛇似格斗弹, 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一度被誉为AM-9X响尾蛇出现之前最优秀的格斗弹。 在AM-9X出现之后, 以色列更是研发出了怪蛇5, 怪蛇5对标了AM-9X, 具有大离轴越尖发射能力。 同时, 由于投描系统的加持, 怪蛇5可以做到在试据范围内捕捉及消灭。 可惜的是, 随着F-35i逐步列装, 以色列的主力战机由F-16i转为了F-35i, 并计划在2030年将F-35i增至120架, F-16i或逐步转入无人机指挥平台。 好了各位,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, 咱们下期视频见。 期见。 感谢观看